大家好 我是来自DataN的郭史光庆 那么这一期呢 主要是和大家谈一谈查证资讯来源的这个重要性和方式 那我们要知道说究竟上传这个资讯的用户这个人 他究竟是谁 为什么这一点那么重要呢 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要使用这个内容的话 进行我们的报道 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材料上的话 我们当然要获得这个拥有者的这个同意 第二个当然就是可以查证这个内容的这个真伪 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鉴定这个资讯的来源的话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上传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评估这个上传的内容是否可靠 网络上其实有很多来历不明的内容 也有很多是经过篡改的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仔细观察可能都会发现 但是有很多的内容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知道说 究竟是不是可靠 究竟是不是真实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评估这个上传者的动机是什么 很多时候他只是为可能有些上传者只是为了要我们点赞 或者是分享或者是订阅 好让他可以赚取一些广告收入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式的一些收入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上传动机其实就很值得我们去怀疑了 那所以我们就要进行这个上传者的一个评估 究竟他是不是有明显的这个金钱的动机 如果是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内容可能是不是来自于他本身的 或者这个内容可能是有经过篡改的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内容是否一致 也就是说来自同一个这个用户的内容是否一致 可能之前他都是唱传一些关于娱乐的内容 突然间他开始开始发布一些关于政治的内容 那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动机让他这么做 而我们也可以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佐证 也就是其他的一些资料来去鉴定这个人 究竟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一个资讯的来源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同一个人 在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账号发布一些其他的内容 所以除了我们第一个找到这个内容发布的平台 我们也应该去看看其他的平台 是不是有同一个人在发布同一类型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边有Instagram 一般上就是有Instagram 有这个Facebook 大家也不要忘记的有Pinterest 甚至有TikTok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个人网页 很多人现在还是有个人的网页 或者是个人的一个部落格 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搜寻的 然后视频的平台也不只是只有YouTube 我们还有Vimeo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平台 好那么在这个查证的这个过程里面 需要提醒大家就是除了就是坚持不懈 不要那么快放弃 另一个就是发挥你的创意来想一想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去查证 可以去寻找一个这个资料的来源 那最基本的就是当你在任何一个平台的时候 记得去点击这个个人的资料 或者是个人的简介的部分 去看一看 可能里面就会有一些个人的一些资讯 可以让你去评估这个上传者 或者是直接去联络这个上传者 另一个更加简单的方式 不太需要什么创意 就是直接用浏览器来搜索这个用户的名称 搜索到了这个用户在不同的平台上的内容的话 另外一个不要忘记的就是不要只看内容 还必须要看他和其他用户的一些互动 或者是一些留言 比如说现在你看到这个视频 这个上传者其实就在留言里面 直接告诉了他的这个联络号码 那这是最佳的一种查证方式 就是你有了这个联络号码 你就可以直接联络这个人 然后可以问他的身份是谁 这个视频是不是由他所拍摄所上传的 然后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上传 你在什么地方拍摄等等的这些资料 都可以让你去查证这个内容的真实性 好 另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在不同的平台 使用同一张照片 所以如果我们利用这个逆向搜索的功能的话 我们也可以发现同一个用户 究竟还有在什么样 还有在其他的地方发布内容吗 那对于一些假账号 有时候假账号会去盗用其他用户的这个照片 然后通过这个逆向搜索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同一张照片是不是有其他的用户在使用 那如果这个照片是非常多不同的用户使用的话 那么你在查证的这个用户可能就很有问题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在看照片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了观察留意照片里面的一些细节 包括说照片里面是不是有显示这个人的那个工作场合 机构还是他的这个组织 或者是他上过的一些学校 比如说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之前闯入这个白宫的这个示威者 其中一位示威者 他在闯入这个白宫的时候身上其实有佩戴着这个工作准证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照片放大的话你就甚至可以找到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上班 然后他所上班的地点是在哪里 来进一步鉴定这个人的背景和资料 好 说了那么多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挑战题了 就是这一张照片 这次我们想要挑战你去在网上找到这张照片主人的联络号码 好不好 那你可以在这个视频发布的24小时以内上传你的这个答案 通过我们的这个Google表格的方式 我们会在24小时之后揭晓答案 到时候见